開會 上午機器市政總執行 第一位由張翁騰議員執行 45分鐘 等一下時間先暫停 現在有那個中文國中師生 在旁邊洗旁邊 我們熱烈歡迎一下 好 時間開始 主席 會議定 我們市長還有副市長 還有各局處的局處首長 跟大家報告 兩年前 我們發生了高雄的氣爆 去年高雄烈油廠就是關廠 107年人大工業區 就會降編成宜等工業區 其實高雄正面臨一個石化產業 怎麼樣去轉型的一個關鍵時刻 所以稱今年是石化產業的轉型的元年 我覺得不為過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想要跟市長 還有金發局長還有環保局長 還有相關的很多局處首長 就是跟大家探討一下 怎麼樣讓高雄市的石化產業能夠轉型 所以我今天的主題是 綠色循環經濟產業元區 跟高雄的產業轉型 這個是工業城市的機會跟挑戰 這個是兩年前的高雄的氣爆 造成的32死是50年來最大的災難 那過去我們都說高雄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 我們做了多大多大的犧牲 但是全台灣大家都無感 但是這個氣爆透過電視媒體 讓所有的全台灣的同胞都知道高雄到底做了什麼樣的犧牲 那不只是這樣的氣爆的公共安全的犧牲 它其實還包括了污染、健康風險跟公共安全 那像這個在今年的2月26號 中油的林園廠又被開罰了55萬 然後呢 看2月23號 林園的石化廠燃燒塔竄出大火 然後居民痛罵 看這就是過去 中油這個石化業在高雄 所造成的這一些的大家的印象 跟造成的大家的風險 健康的風險跟公共安全 但是石化業到底重不重要 其實高雄氣爆 其實是為了要讓我們高雄市的城市安全 其實大家都在討論說 到底這個石化業要怎麼樣 但是問題是 高雄市的石化產值有差不多9000億 它是我們高雄的三大產業之一 包括石化業、金屬業跟電子業 然後呢提供了高雄地區 有13000多個就業機會 所以我們不能說 這個因為氣爆 我們管線都不給它 我們就把這個石化業就讓它死掉 不能這樣子 因為這個其實牽涉到很多人的就業機會 也牽涉到我們高雄市整個的經濟機會 我們來看高雄的這個石化管線 大概有 原來有89條 就分為這個八個管束 這個八個管束 包括氣爆的這幾條 這個從前鎮這邊 然後一直到高雄獵牛場 然後呢 還有管束2 是從這個前鎮儲運所這邊 到大林獵牛場 管束3也是在這裡 管束4 是從這個到林源工業區 管束5 是從林源工業區到大發工業區 管束6 是從這個經過高平溪 然後呢到人大 然後呢管束7 是從大林獵牛場 然後一直到高雄獵牛場 高雄獵牛場 然後管束8 是在高雄獵牛場跟人大工業區 總共有89條 但是大家看 這所有的這個路線 如果說高雄市的產業的區位 石化產業的區位沒有去做改變 你怎麼走這些管怎麼走 都是會經過人口密集的 不是商業區就是 就是那個住宅區 所以我們真的要面臨對於說 工業區的區位 要怎麼樣去規劃 真的要好好做下來好好想 那石化工業其實 因為已經把我們的原油 轉換成各種各種產品的應用 徹底已經改變我們的人生了啦 我們人的生活完全被改變了 你身上穿的眼睛 戴著眼鏡 衣服 你任何的所有的東西 你出門用的所有東西 車上所有的東西 家裡住宅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是石化產業所做的東西啦 其實沒有石化產業 其實老實講 我們所有的生活都會發生問題 那是不得不的 我們到現在現在這樣 除非我們放棄了這些 然後我們看石化產業 到底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多重要 我們就拿一百公升的清油來看 它可以生產十六公升的這個乙烯 那十六公升可以做二十一件的這個混房的襯衫 可以做十四個沒有沒有桶的油 那你看它還可以做秉烯 十一公升可以做毛衣 各種裝物袋 還可以做釘碗 做輪胎 可以做裂解汽油去做 包括我們的衣服 內衣跟這個絲襪 然後甚至還可以做裂解成縱油 是給我們橡膠做一些補強用的各種東西 還有做肥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灣的經濟發展 對石化工業對經濟發展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來看看石化產業到底有多少產值 到底影響多大 石化產業的上游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煉油業 煉油業是能源的產業 這個產業煉油業 它的產值有八千三百五十億 煉油業的產值有八千三百五十億 廠家有一百九十二家 員工有一萬一千六百人 那我們看 我們一般講的石化產業包括 就是這個上游跟中游 上游就是清油裂解 中游就是合成原料的這些生產 這個整個我們稱它叫石化產業 這個總產值有一點六六兆 那一點六六兆 甚至廠家有一千零六十二家 員工有六萬五千七百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影響非常非常的廣 那下游 這些材料出來之後 下游就去加工做成各種的製品 這些製品是我們的下游 那這個下游總產值是六千一百四十九億 然後呢 廠家有一萬零三百零五家 那更何況 製造出來的東西 也用到我們能源業 生技產業 精製的農業 健康的產業 還有包括各種面板業 半導體業 機械鋼鐵鞋子 紡織運輸工具 全部都是很多東西都是 來自我們這個石化產業的一些東西去做的 那所以其實它是非常重要 它是一個支柱型的這個產業 那到底對高雄有多重要 我這裡有一個資料 101年高雄市製造業的營業額是2.89兆 大概佔全國製造業14.9% 但是其中的煉油石化業的營業額是 一兆兩千六百七十億 佔了高雄市製造業的43.8% 高雄的三大產業煉油跟石化業是43.8% 金屬製造業是29.6% 電子才8.5%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石化煉油產業到底有多重要 那你看看它的就業人口是佔了 我們有兩萬零九百八十九人 佔了高雄市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八點三 所以其實石化產業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樣面對這個石化產業 現在七爆之後 我們可以看看現在大概所有的管線都整理之後 然後大概有76條 那如果說我們第一步現在這個港務局 港務公司現在在弄的這個做具貨規中心第二期 就是希望把我們前鎮儲運所很多的儲槽那些東西能夠移到 移到這個外海這個地方 那從這裡移到這裡之後 管線就可以從76條降到72條 因為這裡的管線就可以不用了 再來如果說我們能夠把這個區位 南興計畫這附近的這樣的區位 把北高雄的包括人大公約區 這些的石化的廠商能夠遷移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如果區位可以這樣子集中簽建的話 可以從62條管線降到27條管線 那所有這些的管線都是在這個地方 甚至連大發工業區如果也能夠簽進來 在這個地方然後如果這個地方能夠簽村 其實這裡走的路線經過住宅區經過商業區其實是很少的 這樣子對我們整個的城市安全才是一個保障 其實我們真的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不能說各種的反對的聲音我們沒有擔當 然後既然聲音那麼多我們就放棄 可是轉型的契機是騷動即逝的 那石化業到底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其實最大的我現在看起來最大的是環保意識高漲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廠商的這個設廠擴廠變成非常的困難 然後又面臨我們就沒有新興的這個石化工業區的土地 然後呢我們水資源非常缺乏 然後再加上去年這個巴黎的這個這個協約 有關這個二氧化碳這個氣候變遷的議題 那二氧化碳的排放會被限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有非常多 更不要講說國際上我們遇到美國 它的油業源的這個比較便宜 然後包括中國用煤氣的去製造的 它也可以降低很多的成本 然後還有很多國家在中東設廠 所以這很多的挑戰對台灣的石化業 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那這個挑戰 我們是不是要好好的思考怎麼樣去協助 是不是還是走以前的路 還是我們要怎麼樣讓它提升 那剛剛講到環保的意識抗爭這些問題 這是有道理的 為什麼有道理 最近我們成大工業局委託成大這個微量毒物的這個研究中心 李靖章老師的團隊 做了一個健康風險的這樣的評估 做了兩年 結果出來之後 然後呢其實它的結果是還蠻高的 它因為它做的範圍是 以人大工業區10成10這樣的一個區域 然後做出它的這個這個風險 10成10這包括了我們的這個人武大社男子左營四個區 所以做出來的結果 在這個四個區的區公所做一個說明會 但是我很驚訝 我在左營區公所我全程參加 但是我們市政府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參加 這裡我必須要很很 必須要 這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啦 環保局也沒有參加 金發局也沒有參加 所以這個我要我要告訴大家 現在的結果是怎麼樣 這樣的一個健康風險的評估 其實它是非常完整的 為什麼我說它非常完整 因為它把所有大社工業區跟人武大工區 包括會致癌非致癌的所有影響到健康的東西 全部都納入評估 這些包括了像一三定二C 本 丙烯禽 甲醃 環陽 綠餅碗 像丙烯 西安 這些都是 所有的 你所有製程中 有影響到健康的 不管它是自癌非自癌 全部都納入 然後呢 全部都實測 那實測完之後 它又用它現在的操作許可量有多大 因為實測是操作量嘛 那操作許可量有多大 再放大到那個操作許可量 用這樣去估算它的這個健康風險的評估 我相信它是非常完整 因為它是實測的 那所有的東西它都有列進去 那我們看看 這裡的結果就會有兩個指標 一個叫做致癌風險 那致癌風險如果說是大於百萬分之一 表示每百萬人 它一生去曝露在這個工業區的污染 每百萬人就會有一個 因為曝露在工業區的污染而得到癌症 大於百萬分之一 就是每百萬就有一個人 那這個是主要 如果說超過百萬分之一 表示我們沒辦法接受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風險管理的策略 讓它降低 那另外 非自癌風險是用HI 那通常如果是 小一我們就可以接受 大一我們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我們看 這個是人大工業區 十成十公里的 這樣的一個地方的所做的 非自癌風險 OK 它不會超過一 但是自癌風險是大於百分之一 我們看看 這個附近的十成十公里的地方 是百萬分之一的二十五點四倍 然後呢 最高的 人物區 是 百萬分之一的四十五點五倍 然後大社是百萬分之一的十八點八倍 男子是百萬分之一的十七點四倍 左營是百萬分之一的六點八三倍 超過百萬分之一我們沒辦法接受了 這已經超過二十幾倍 那我們更擔心的 是對於我們這個 孩童的敏感族群 我們孩童 其實對於這個污染更敏感 那我們看 在這十成十個公里的地方 它是百萬分之一的二百零八倍 對於孩童敏感族群的致癌風險 是百萬分之一的二百零八倍 在人物是三百一十八倍 大社是一百八十九倍 男子是一百六十一倍 左營也有五十五點四倍 所以其實這樣的致癌風險 我們是沒辦法接受的 那可是過去的這個健康風險 大概全部都是 我們知道了 就放在書架上 我們也沒有針對這個東西去做處理 這裡我真的非常期待 我們環保局 應該要好好的面對這些東西 所有的自癌非自癌的 也有影響健康的東西 都抓出來了 哪一個造成的風險是多大 哪一個影響最大的 都知道 我們是不是從這個地方 抓出來之後 針對個別廠商 應該要做一些風險管理的策略 讓它降低 我想這個 我們必須要一定要面對 不然的話 我們對不起我們的市民 真的我們對不起我們的市民 那我們再看看 我們石化產業的 生產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石化產業 大概有60.7%是出口的 這是2014年的 60.7%是出口 那出口裡面的 有66.8%是出口給中國 這是什麼樣的景象 我們出口 我們在這裡那麼污染那麼高 然後呢健康風險那麼高 然後公共安全的風險那麼高 我們在這裡生產出的這個塑膠 結果我們是出口 而且出口到中國 我們變成中國的離島工業區啊 我們真的變成中國的離島工業區 所以我們這個石化產業的策略 真的要好好的思考 到底我們這石化產業要如何去何從 那但是石化產業 真的是它是一個所有產業 它的關聯性最高的一個產業 你如果說以關聯係數來講 它是26.66是所有的這個產業部門裡面排名第一 什麼叫做向前的關聯係數 也就是說全國所有生產裡面 有166個部門 每個部門生產1000元的東西的時候 所需要的石油化工原料 總共要22,660元 那這個是你看 它的關聯係數是26.66 其他的東西7.6 1.6 鋼鐵12 都遠低於我們這個石化產業 就表示說這個石化產業 它的關聯性在我們台灣的產業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高雄的石化業其實 面臨了這樣的一個困境 就是政府的石化產業的政策不明 到底要不要往後要怎麼走 不曉得 那產業不敢投資 產業真的不敢投資 它沒有投資 它沒辦法去提升競爭力 它沒有辦法去改善污染 它最賺錢的方式 我就放了 我就是繼續運用這個產值啊 繼續污染 然後呢 讓它繼續運作 運作到這個工廠 壽命結束 這對它最有利啊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積極的 對石化產業有一個 這個政策的話 到時候就是這樣 那對我們市民是沒有幫助的 污染繼續戰 然後呢 產業轉型也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個困境 就是民眾 跟環保團體 對於石化產業的健康風險 是有很大的威力 他反對 你現在要弄石化專區 他就以為像過去的國光石化一樣 你像過去的石化產業 我要大量生產 所以 你來了之後 有這個石化專區 將來還要擴廠 然後呢我們 林園的新山區 現在去年開始運作 將來還要再擴廠 一直擴廠一直擴廠 無限制的擴廠 在那裡拼量 然後呢 降低成本 然後在國際的市場 在鴻海的市場 跟大家雪冰 這樣子的產業 是我們環保團體民眾 大家都會擔心啊 這樣只是讓我們的健康風險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所以在這裡 我必須要提出一個 我對於這個 將來的這個 這個石化產業的轉型 的第一步 我跟 我也有跟 政局長討論過 然後也有在很多的這個 一個座談會 或者是專題演講 或者我都有 去親自參與 那這裡 我有幾個建議 第一個 我們應該要設置一個 我們不叫做石化專區 我們叫做 綠色循環經濟的產業專區 為什麼要這麼講 第一個 這個前提就是 當地一定要簽村 我想 我們應該要以人民 市民的健康為第一要務 所以 地方才有辦法接受 所以第一個 簽村是為最大的前提 第二個 我認為不能擴張現在的 輕油裂解的這個產能 現在 我們的新三青 在林園 去年已經操作了 那開始營運操作了 花了幾百億 他一定是要操作 超過二十年的啦 那我們也不可能叫他停場 可是這個的風險 跟這個造成的健康風險 跟各種東西 就在那裡會存在二十年 我想民眾 跟環保團體已經有 已經心裡有底了 必須要面對他也必須要接受他 但是我這裡要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 進來的石化產業 是要以不擴張現在這樣的產能 以後再不能增設了 就是以這個產能 小而美 然後呢 不拼量 用這樣的方式 來一個規模是 局限於在 現有的這個產能 那第二個 要 剛剛 我有講到 我們現在所有的 剛剛我這裡有特別提到 我們現在 如果以我國石化產品的這個特性 現在是大量生產 而且品質差異非常小 然後大部分都是成熟型的 所以它的附加價值很低 那附加價值很低 然後生產這個東西 然後又銷到中國 那污染在我們這邊 其實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 所以 在這裡的產業專區 的石化產業 一定要是高質化的 一定要差異化的 要國際化的 那第二個 在這裡面 所有的防案 為了風險管理 一定要做到最好 要零事故 再來就是所謂的循環經濟 就是零費機零排放 什麼叫循環經濟 現在這是 跟市長報告 現在全世界 其實 大家已經不再討論說 經濟跟環保 哪一個重要 是要怎麼樣平衡 其實 現在已經把經濟 把所有的環保的 做法 已經嵌入到 所有的經濟的行為裡面 在歐盟也在談 循環經濟 所謂的循環經濟 是怎麼樣的 就是在 你的經濟的作為裡面 不管是 你這廠裡面 企業裡面 有廢棄物 水資源 二氧化碳 能源 副產品 都要做到三個原則 就是三個R的原則 就是要減量化 就把這些東西都減到最低 然後呢 能夠用的 再利用 再利用化 然後呢 要資源循環 就是所謂資源循環 就是在這一邊的廢棄物 可能會變成那邊的原料 這邊的 產生的能源 可能那邊可以用 其實是變成 以前我們叫 從搖籃到墳墓 現在是從搖籃到搖籃 是這樣的循環 就可以把所有的污染 所有的能源的消耗 降到最低最低最低 那 這個東西 除了在企業內部以外 企業如果撿到 已經撿到最低 沒辦法撿的時候 一個產業專區裡面 可能有好幾個企業 那我的廢棄物 可以變成你的原料 我的副產品 可以變成你的原料 我的 能源 可以變成你的能源 我產生的氫氣 可以變成你的氫氣 我產生的氫氣 可以變成你的需要的 那 你不必要再去設置鍋爐 你不必再去生產那個原料 你不必要做其他的東西 這樣子 你本來兩個 原來各自的產業 它已經沒辦法 污染跟資源消耗 再削減了 但是透過這樣的循環經濟 可以整體再做消耗 那這個不只是產業專區 這應該到 所有的社會經濟的 這個層面 所有整個台灣的社會經濟 大家都用 這樣的一個循環經濟的概念 然後彼此 能夠互通 那這才是 一個所謂的循環經濟 那 其實 跟市長報告 這個 在2000 我記得在2000年 2000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擔任環保局長 那在審查中石化的那個小鋼廠的環評 那中石化要把前鎮廠關掉 來到小鋼廠 那關掉以後 減少的污染到這裡會增加污染 所有污染都減少 沒有增加 但是唯一就是 綠狀污染物增加 那為什麼會這樣 當時在審查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他到了小鋼廠 他必須要 再設一個鍋爐 產生蒸氣 他能源要用 但是 很多的委員 我說 中鋼就在旁邊 中鋼有多餘 很多很多的蒸氣 你幹嘛不去跟他買 中鋼又可以賺錢 他蒸氣完了 就排掉 他要冷卻掉 排掉他沒有 就浪費掉了 他還可以賣給你賣錢 然後呢 你不必設鍋爐 你也省錢 你也沒有污染 所以當時環評的結論就是說 他不准設那個鍋爐 要跟中鋼買 那就開啟了 後來臨海工業區 很多能源大家互通有無 所以 現在臨海工業區的 能資源的整合 包括 我們看到了 包括蒸氣的整合 包括氮氣的整合 包括氮氣的整合 燃料氣的整合 氫氣的整合 燃油的整合 跟燒鹼的整合 全部都弄在一起 那 其實我們將來的產業專區 就是要這樣子的整合 就是要把這些東西整合進去 我們規劃他 Kawasaki裡面還有一個工業園區 是一個零排放的工業園區 在這裡面 他通過ISO14001的認證 而且 他所有的環境負荷 要比那個排放標準 還要更高的這個消檢標準 而且附近 剩餘的電力 來共同在這裡使用 他不必要再增設很多東西 然後有效的利用廢水 然後讓它高級處理 然後再生水來替代這個工業用水 然後甚至是他的燃燒的這個灰 灰灰來作為水泥原料 其實這些都是所謂的零排放的 循環經濟園區裡面的一些元素 那我們這個地方 是全世界最適合做循環經濟園區的 我們這附近 南興計畫在這裡 台電大林發電廠在這裡 中鋼在這裡 大林烈油廠在這裡 我們臨海工業區在這一邊 然後呢 甚至我們稍微遠一點點的 還有林園工業區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邊的發電廠裡面 它有蒸氣耶 它在火力發電有蒸氣抽出來 做其他用 有些蒸氣是浪費的耶 中鋼有很多蒸氣耶 中鋼還有很多的 那個煉焦的時候 有很多一氧化碳 變成二氧化碳耶 那個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耶 然後呢 大林烈油廠 也是有很多蒸氣 還有很多的氫氣 然後 臨海工業區很多的產業耶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 這個 林園工業區 在加輕裂解的過程當中 有產生很多的氫氣 還有很多的副產品耶 這些 如果說一個循環經濟園區 設在這個地方 是全世界最好的 將來人家要 循環經濟的這個園區 要做這個demo 要取金喔 都是可以來這邊的耶 那 最近有一個例子 我也跟 證據長應該知道這樣的一個例子 中仙 中仙 中仙喔 他們現在 從巴西進口 生殖酒精 做寶特瓶 因為現在很多的這個 像東京奧運 很多奧運 寶特瓶還是要喝啊 你不要 要取代很難 但是他是 這個用完即丟的 那是不是他從生殖 材料來 所以 大家現在都做 從生殖酒精做這個寶特瓶 那寶特瓶 還可以做成寶特絲 我們上一次的巴西的這個世界杯足球賽 我們台灣 是最紅的 他的所有的衣服 是用台灣做的寶特絲去做的 那這些是綠色的材料 那中仙 現在這個東西已經發展出來了 然後呢 他要量產 但是問題是 這個從巴西 大的老遠 這樣子去進口這個生殖酒精來進來 也不見得減碳耶 也不見得減碳耶 那 還有我們在另外一家 中鋼 他製成裡面有很多一氧化碳 那一氧化碳 如果你們 是毒性的 那你必須要變成二氧化碳 那二氧化碳出去 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啊 這是中鋼 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的地方啊 那怎麼辦 他也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剛好 李長榮 我們李董 有這樣的一個技術 他是 可以把 一氧化碳變成酒精耶 那我們可以把這三個廠商 其實湊在一起 中鋼的一氧化碳透過李長榮的這個 一氧化碳變酒精的這個技術 變成酒精提供 中鋼來做這些東西 這就是互相整合的循環經濟啦 這就是互相整合的循環經濟 其實有很多細膩的東西 甚至 像氫油裂結裡面 所謂的油把它拿掉幾個氫 就變成乙烯 變什麼烯 然後再拿 拿到幾個氫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氫氣 我記得小英在這個選完之後 他曾經來這邊 曾經來這邊參加 來試騎 Toyota的Mirai 燃料電池的這個氫氣車 在高雄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跳高雄 但是我告訴大家 高雄是氫氣之都 全台灣 氫氣最多的就在高雄 我們這裡產生的氫氣 有時候他真的沒地方去 那這些氫氣 將來我們在這裡 如果發展燃料電池的汽車 氫氣的供應 在這裡很重要 還有呢 中油 它是能源事業 它也不一定只有賣油 它將來 可以用這個氫氣 像這個英國石油 VP 它是把所有的東西 可以 它用氫氣去燃料電池做一個發電廠 然後它也可以發電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可以去努力的 但是這個必須要整合很多不同的產業 市長我必須要稱讚 這個曾文生曾局長 其實他非常投入 他花了很多精神去了解我們所有的產業 不簡單我過去看過那麼多的金發局長 沒有人像他真的蹲下去一個一個去看 然後一個一個去了解我們石化產業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各種產業需要什麼東西 但是光靠曾文生曾局長是不夠的 因為這個循環經濟園區 它有很多的資料曾局長是不知道的 環保局蔡局長你們必須要一起參與 一定要一起參與的 因為你們有操作許可證 所有的操作許可裡面各種製程的 你有東西有什麼東西 製程中間有什麼副產品 最後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它的廢棄物清理計畫 全部都在你們那一身 只有透過你們兩個局通力合作 才有辦法讓這個循環經濟可以做起來 這個就是小英在這個去年年底 12月20號來講 來在台灣經濟發展論壇裡面 他特別講到石化產業未來要必須要重新定位 不再以出口大規模原料 要設立循環經濟精神的專區 然後將園區的污染轉為經濟產值 這個希望零排放零廢棄零事故 我希望說我們在這裡的這個產業專區 可以朝這個方向 那但是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就是 石化產業怎麼樣讓它高質化 我們這裡很多的材料 需要讓它高質化 很多的材料 包括說我們一些機能材料 包括我們那個瑜伽的衣服 彈性的衣服 包括Nike的鞋子 包括各種東西 其實很多的材料 都是台灣這邊出來的 很多的材料是在台灣這邊做出來的 那我們期待我們高雄這裡 應該要設立一個研發中心 而且要有一個關鍵材料的研發的聯盟 最重要要有一個適量產的研發的這個計畫 然後還要籌組後端的應用的研發聯盟 然後要排除業者投資的障礙 最後還要有人才的培育 在這裡面其實是適量產是最重要的 適量產花錢花最多 花時間花最多 那其實這集有幾個例子 像奇美 奇美它自己 他們有生產這個PMMA的東西 但PMMA 其實因為它的吸濕性很會膨脹 吸濕會膨脹會變形 所以它沒辦法做大尺寸的顯示器 所以它的價值很低 一公斤才50 可是它透過裡面的很多的製程去調整 然後去做實驗 然後去做適量產研發 結果它現在可以用低吸濕光學級的PMMA的東西 可以一公斤提升到95塊 如果提升到高性能顯示器的導光板 一公斤有一千塊 這就是高質化 你怎麼樣去做這樣的研發 但是研發式量產非常的重要 那像這個台聚 叫CBC 過去也是因為對於光學的這個高分子 都是仰賴進口 那現在它可以用SBC去均過一些聚合的作用 然後變成CBC 然後由每公斤60塊到90塊 提升到每公斤240到1000 那這個就是高質化 但是這個高質化的工作 需要有地方 需要有讓它有機會 需要能夠輔導 那我這裡就必須要提出我們人大工業區 到底我們人大工業區是可以降邊一個宜種公寓 我們降邊一種公寓區 我問過曾局長 沒辦法叫他停工的 那他繼續 他也沒辦法擴廠 那怎麼辦 就跟他講 運用材質啊 繼續污染啊 到他工廠結束 那我們這裡污染 繼續在那裡 你也沒辦法叫他關啊 也沒辦法叫他改善啊 那怎麼辦呢 這裡我其實要提出一個 是不是我們可以考慮說 在這裡其實把它設定為叫做研發式量產的一個中心 那規模是比現在小很多的 不是量產的規模 是研發式量產的 那以我們現在剛剛講的 陳大的那個健康風險的這個基準 你只要能夠降很多的 我才允許你在這裡做研發式量產 那在這裡做研發式量產 將來很多國外的廠商來到高雄耶 這個地方人大工業區是很接近市中心的 來到高雄會跟這個廠商我們在談 我需要怎麼樣的材料 好我在這邊停留了三五天或一個禮拜 你回去試量產 你做出一些sample給我看看 我在這邊等 我在這邊等的時候 我們這旅遊業 我們的服務業 我們的各種東西 都可以增加很多的收入 然後呢這裡的研發 其實有很多的年輕的工程師 所以人大工業區是不是會考慮 變成所謂的研發試量產的中心 將來我們還要面對 將來可以帶來很多的工作機會 還可以帶來服務業 我們這裡的工程師 沒辦法來這邊工作 很多是因為老婆在這裡找不到工作 我們需要很多各種服務業 還有各種文創的東西 讓女生的工作機會也能夠增加 所以期待我們人大工業區 是可以朝一個研發試量產的方向 那再來我要談高雄練油場 高雄練油場其實它污染非常嚴重 大概可能要二十幾年才能夠 才能夠整治完畢 所以在環保局的所有的這個 改善的所有的這個會議 我幾乎每一場都到 然後我也找了請教了 找了很多包括低科大的南區環教中心 包括油場社區的生態保存協會 包括台灣環境教育學會 環品基金會 包括素股文化基金會 還有經濟部的實化高質化的黑龍辦公室 還有金屬中心 科工館 中油 甚至我們請教中油工會 我們開過了無數的會議 然後其實是希望 將來要活化這個地方的是 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其實我們也去這個中油裡面 現刊 也到素股園區去參觀 每一場我都是親自到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替高雄練習場找到機會 那像這裡我們甚至找高雄科工館 為什麼要講科工館 我們希望這裡是有工業遺址 將來會有把過去的一些工業的東西 變成一個能源博物館或實化博物館之類的 然後我們也跟參加金發局的這個規劃的會議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我在第一科大針對這個議題也做一些專題的演講 然後甚至也有一個座談會 我們政局長也有參加 然後我在議會也舉行了這樣的一個工聽會 那希望針對高雄練習場的轉型跟展望 能夠做一個這個討論 那在這個整個的這個工聽會裡面 其實有兩個讓人家非常非常非常的這個就是印象深刻 有一位老師第一科大的賴俊錡老師 他說這個高雄練習場應該要把它定義成 未來高雄練習場要把它定義成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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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活基地 用綠活基地來定就是過去都是污染都是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用綠色環保讓它活起來 所以要帶進綠色生產所以要帶進綠色生活 那另外一位老師是雲科大的林崇熙林老師 林老師他非常重視所謂的工業遺址的保存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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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他講了一句話讓所有人動容 他說建設可以讓城市巨大但是只有文化才能讓城市偉大 所以我們也期待將來的高雄練習場的再造 要把這個工業遺址的這個東西納入裡面 那這是這個賴老師所所畫的這個所謂的綠活基地的樹 我想應該從這裡開始看起來 其實整個高雄練習場所有的元素所有東西都符合環境教育環保局 都符合環境教育的八大領域的所有東西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環境教育的場域 甚至將來整治那些污染還有過去怎麼樣去從這個農業變成這個環境怎麼樣變成污染的 那現在怎麼樣讓它變好其實都是我們環境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它應該要有一個環境教育認證 然後呢是不是應該要把這個應該要把這個能源設施的一些重要生產的設施 就是有部分把它保留變成工業遺址變成是能源博物館 或者石化陳列館甚至變氣候變遷館 然後在這裡面這個土壤污染的整治可能要二十幾年 那這裡的整治的技術全台灣沒有那麼大的一個一個整治的場子 我們可以要求中油在這地方要去整合所有的技術 我們花了那麼多錢 我花了那麼精神去整治污染 要把這個整治污染變成我們將來輸出的科技 變成我們賺錢的機會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部分做好 那是不是也可以把這個整個的整治變成一個環境教育的一個場域 讓大家可以看我們年輕的學子知道 我們環境如果我們沒有好好的去注意的話 要花那麼多錢來整治 那另外這個整治的地方也可以做一個實驗的都市農園 到底整治好不好 種出來的東西好不好 敢不敢吃 這就最重要了 可以變成一個友善農業 在這裡應該也是一個綠能開發的基地 為什麼說它是綠能開發的基地 其實在這整治的期間 我們有些東西就可以讓它活化 有些場域讓它活化 規劃成是綠能科技的示範跟驗證廠 引進所有國內外先進的 包括綠能產品 包括綠能污 綠能車 綠能發電 這裡整治 底下整治上面有太陽能 可不可以 用風力可不可以 然後呢這裡帶進了綠能車 電動車在這邊做試驗 在這邊 甚至我們也要討論也討論過 是不是說在這裡做太陽能板 這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那麼大的一個 一個太陽能發電的發電廠 那如果說我們把電動機車 把它做起來 我們的交換電池拿到在這裡充電 然後呢去做交換電池 把這整個系統做起來 也是可以啊 然後呢很多的綠能污它的材料 還有太陽能板它的材料 各種綠能的 還有這個材料的那個東西 這些先進國家所生產的東西 都是溫帶 都是在寒帶 從來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在 這個亞熱帶或者是熱帶 將來我們小英總統說我們要新南向政策 我們要攻東南亞要攻南亞 這個地方可以變成 對於亞熱帶熱帶氣候的 有關各種材料的驗證 各種各種系統的驗證 到底可不可以 在這裡可以去東南亞 東南亞就可以了 在這裡可以去南亞就可以了 我們是不是在這裡做驗證 作為我們新南向政策的一個先區 這裡是我們新南向的基地 我們產業新南向的基地 所以這其實也是有很大很大的空間 那另外是不是可以連結 超過我們試運主堂館 半屏山公園 然後延伸到這裡後勁生態公園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綠色走廊 然後是我們在這裡所有的工作族群 一個休憩環境 變成高雄的一個新中央公園 另外還有我們剛剛講那個能源博物館 是不是可以一個創意的空間 是變成學生戶外學習的地方 然後還有還有中游的這個這個業務區 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文創的基地 我們來整合高雄地區的產學研 還有年輕的創客 在這裡是研發綠色材料 還有綠色能科技的 在我們台北空軍總部那邊弄了一個創客的基地 台北弄那麼大它能夠成功嗎 它沒有高雄的條件 高雄有非常非常紮實的產業做backup 我們這裡有最棒的石化材料的產業 我們這裡有金屬扣件的產業 我們這裡有各種電子零件的產業 在這裡做創客 有產業 我們做了什麼樣的設計 有產業的東西馬上可以去找 馬上可以配合 這裡的創客才做得起來啊 所以我們很期待說 這裡可以變成這樣的一個文創 還有創客 還有研發的地方 是不是北高雄所有的學校 透過彥巢學員的將來的輕軌 把它連結起來 然後在這邊設育成中心 在這邊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們希望這裡是可以創造出我們年輕人的工作機會 我們年輕人不必到台南找工作 我們年輕人不必到台中找工作 我們年輕人不必到台北找工作 我們很多的在地的朋友都告訴我 我們希望在這裡 現在最重要的 讓高雄經濟發展起來 讓我們年輕人留在高雄 所以 其實這樣的一個綠活基地 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真的是可以替我們整個高雄帶來 所以你看看我們石化產業是很細膩的 第一個 你必須要有一個像循環經濟的一個專區 讓它未來有出路 但是你要有一個研發適量產的一個地方 讓它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 跟研發的機會還有服務業 旅遊業的機會 然後呢 讓下游應用端 剛剛講到的是材料那一端 中間的 下游的應用端 讓它變成創客 各種研發 應用研發 在我們高雄練有場 這未來的地方 甚至 我們認為說 工研院的 要讓才華所來到這… 會不會是需要的 所以 今天 講指示 局長 請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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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时间到我简要答复了 我知道你很关心人大工业区的健康风险评估的问题 那我讲一个事实 您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关心 事实上健康风险评估那个说明会是3月7号办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那个氢能的研讨会是3月5号办 那我要跟您报告 3月4号 其实现在中央政府的政委 有带了一群人下来跟高雄市政府讨论 接下来实话产业要怎么办 我们在那个市府提供的报告里面 就把人大工业区的健康风险评估摆在第一件 跟新政府做报告 其实我们非常关心这件事 但3月7号我们不是受邀单位 所以要先跟您做这个第一点的说明 那第二点的说明 我其实要 我也是很赶佩张宇元就对石化业的关心 那您提的愿景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同意 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有很多的讨论 那我认为现在石化产业要转型 是不是能够走到我们那些vision 我们走不走得到 这是现在就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真正面对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在既有的法令框架下 能不能做得到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小英总统说我们要做一个非常能够沟通的政府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沟通这个社会上不同的团体 包括劳工团体 包括环保团体 有的时候他们的利益会冲突 都是进步团体但也有可能利益冲突 昨天就在这个地方上演过 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作为一个政务官其实how to do 是现在最关键的事 那我们也在找一些法令可能突破的地方 但我要再强调一点 就张议员您提的愿景 绝大部分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同意的 谢谢 是 是 就是量要受一定的管制 那我觉得这个管制其实扩张很难 在现实的法令上 我们的空污总量管制就是个 明确的管制 就是要扩张量 其实这个空污总量管制打不开 是不可能扩张的 好 知情完毕 休息十分钟